我们再以静态的版本把刚刚的概念再重新整理 我们这两个是不同的切割起数 在不同的切割起数里面 我们去看它的变化量 我们就会发觉 变化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变化量在比较的时候就 没有一定的比较基准 因为它期间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 时间长度的效果 消除 那就是把它相除 就是看一个变化率的概念 那变化率我们把它相除之后得到曲线 就是这个橘色这条曲线 可以看出来这切10分切30分 这两个曲线实际上是非常的相近的 切越多份就越相近 在我们后面也会说 就是说 Y等X平方 切非常非常多份的时候 它的变化率的曲线 这是Y等X平方 它变化率的曲线就会变成 Y等于2X 这是后面要讲的 那 这边里面 一个重要概念就是 变化率就是说 它不受 不受切割天数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 另外我们反过来有了变化率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去帮助我们预估 很多天之后的情况 应该说 几天之后的情况 当然这是一个预估方式 例如今天是150 那我就可以说三天之后是450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这样预估 它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这前提就是 变化率不变的情况 我们才能这样说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变化率不变 变化率不变的情况 它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线 它整个是一个线的时候 它才会有这种变化率不变 那以这个图来看呢 它事实上是变化率是怎样 变化率有在变喔 而且它是变得怎样 越来越陡 变化率越来越快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一开始 它是利用 一天是150 它可能是这样的曲线 那这样子呢 三天之后就会有一点低估 越多天事实上是会低估的越来越多 那这里 也是一个微积分 接下来要讨论的重点 就是我们除了关心变化 或关心它增加或减少 我们还会关心它增加或减少 那种改变的趋势 所谓改变趋势 就是说 当今天它在增加的时候 我们到底 到底它到底是怎样 它到底是 缓缓的增加 还是 到底是抖增 还是缓增 那下降的时候呢 也是有两类 也是有这种 有可能是那个抖降 或者是缓降 那要看变化的变化 就是 这个东西 就是要看它的二次变化 所以 二次变化也是一个微积分里面 一个重要的重点 它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 一个图形 一个 一个式子 它整个 变化的一个重要特性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追究 三次变化 四次变化 五次变化 不过 在一般的实际使用里面 看二次变化 就相当的足够了 就相当足够 处理我们 一般学科里面 要用的一个数学